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手镇压一手安抚 15号起分批垫付资金 美大女生万字长文疯传 控诉遭教授猥亵 校方无事 79岁的拜登正在考验美国总统年龄的极限 澳门30余家赌场关门7天要清零肋骨杀跌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20大宣传定势 领袖尊称流行 只要习近平活着 影响力就是第一 香港明报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将于秋天在北京举行 2300名中共党代表将选出中共新一届领导层 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否连任将正式接幕 据多名京城消息人士向明报表示 习近平将继续被推选连任 而除了此前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之后 他也将正式冠上人民领袖称号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至关重要将成为宣传定势 有中国学者表示 即使将来习近平不担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 但作为领袖核心 只要他活着 他的影响力就是第一位的 中共二十大代表名额共2300个 由全国38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 自去年底各选举单位的提名工作已鉴次开展 与其他由党中央提名到地方参选的候选人不同 总书记习近平4月在广西代表团的选举中 以全票当选 新华社当时刊文称 代表们纷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忠诚核心 拥戴核心 维护核心 捍卫核心 在选举前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刊发公报显示 会议强调要尽职尽责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锤炼党性 忠诚核心 永远拥戴领袖 捍卫领袖 追随领袖 将习近平称作领袖 并飞自广西党代会 2016年10月 18大六中全会 确立习近平为党的核心之后 一年7月 在内蒙古诸日和联合训练基地 举行的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式上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要求全军牢记领袖的嘱托 统帅的号令 当时领袖的称呼并未流行 但全军统帅由此确认 与此前有地方官员 劝进是提出习核心不同 在2017年10月 学习19大习近平的政治报告时 被认为习家军要员的蔡奇 赞扬习近平不愧为英明领袖 去年在19大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后 人民领袖一说 逐渐在党内展开 作为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 其中的两个确立 使得提出人民领袖的称号 显得水到渠成 在中共历史上 目前只有毛泽东及华国锋 被称领袖 毛被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华国锋曾短暂获封英明领袖 两人并推出标准领袖画像 对于二十大习近平 会否继续掌权的问题 一名北京政情观察人士 向明报指出 此前所有的党政系统权力架构调整 都已为习近平长期执政做好铺垫 而另一名有军方背景的人士称 武装力量有高度的共识 希望在习近平掌舵中国时 解决台海两岸分治这一重大问题 二十大金秋召开时 习近平将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作大会报告 与十九大时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省略习近平一样 报告中将不会出现人民领袖的措辞 有熟悉中共文宣系统的人士称 在解读学习报告时 官方将强调并自然的使用这一称谓 届时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至关重要将成为宣传定式 至于会否事实以官方审定并默许 由民间先流行的方式推出领袖标准画像 目前暂无定案 该人士称如果推出领袖向底下的措辞 折料将是新时代的人民领袖习近平主席 目前宣传领域已进入二十大时间 人民领袖爱人民 人民领袖人民爱 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等口号已见次展开 履新不久的新华社社长傅华要求 推动核心报道天天见天心天天身 作为意识形态重地 中宣部部长现由习家军要员 政治局委员黄坤明兼任 宣传系统的知情者称 与十八大六中全会习近平获得核心称号前 地方官员较为拘谨的表态不同 二十大后领袖的尊称将流行开来 好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政府出手了河南银保监会称客户15号起 获分批垫付 综合媒体报道 河南村镇银行币案近日越演越烈 三千名提款男的存户十号集结郑州展开维权行动 爆发警民流血冲突 河南银保监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十一号晚间发布公告 表示根据案件查办和资金资产追缴情况 对四家村镇银行账外业务客户 15号起开始分批垫付 四家村镇银行包括宇州新民生村镇银行 上菜惠民村镇银行 浙城黄淮村镇银行 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 公告提到 由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代理组织做垫付 15号开始首批垫付 对象为单家机构担任合并金额人民币5万元以下的客户 人民币5万元以上者陆续垫付 垫付安排领行公告 今年4月以来 四家村镇银行的存户发现无法正常提款 数百名存户随后到河南银保监局办公楼外 举横幅抗议 只被银行侵吞存款约人民币300亿元 有地方官员为主受影响存户信访 将存户的健康码转为红码 好我们再看接下来的报道 北大女生万字长文疯传 控诉遭教授猥亵 校方无事 中国北京大学医学院女学生效法女网名将彭帅发万字网文 控诉学校教授洪森恋 猥亵性骚扰 控诉人说 校方拖了一个多月 迟迟不受理 校党委书记甚至要她自行举证 否则无法调查 2021年11月彭帅突然发万字网文 指控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 性侵她并食乱中气 但文章曝光不到30分钟 即被网管删文 然而文章已借由网络传遍全球 近年来中国高等院校教职员 不轨染指女生的丑闻屡见不鲜 2019年广东省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执教政治理论 曾获表扬的陶性教师 即因被控性骚扰而遭逮捕 当时校方也遭控 漠视受害女生指控并试图隐瞒 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称 中国北大校园有狼师 受害女生薛彭帅发网文控诉 这篇发表于网易的血泪控诉文指出 洪森恋经常半夜打电话给她 不断过问生活细节 如洗澡了没等等 见着控诉人穿裙子 假借对方腿上的皮肤龟裂 双手站着护手霜 在她的小腿膝盖反复摩擦 最露骨莫过于女学生指控 洪森恋曾经把头逼近她的脸 紧紧压着对方 并对着她的耳朵吹气 甚至生殖器也顶着我的音部 控诉人的说法 不止针对自身遭到洪森恋骚扰 还控诉这名中国一流学府的诗表 虚报研究生经费自我图利 每个女生都曾被她骚扰 只是程度不一 而且高压掌控学生 甚至种族歧视 公然侮辱新疆学生程度最差 据该报道称 但北大对女学生的告发 却消极已对 受害人指出 整整一个月过去 校方没有立案调查 洪森恋依旧药舞扬威逍遥法外 工作生活 未受任何影响 而她的压力却与日俱增 深觉被侮辱侵害 受害女学生跟学校的辅导员面谈 获得的建议是去看心理医生 并暗示不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吧 随后就是在党委书记办公室 学校教务办公室 北大教师职业道德与伦理委员会等单位之间 她如人球一般被提来提去 据控诉人说 校党委书记白明告诉她 递交书面陈述得附上证据 没有证据就没法调查 或者什么都查不出来 这位女学生说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洪森恋继续逍遥 而洪森恋曾要舞杨威喝住她询问 是不是要找她谈 控诉人吓得直腰头 洪森恋随即嚣张扬长而去 近年来中国高等院校教职员 不归染指女生的丑闻里见不鲜 2019年广东省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执教政治理论 曾获表扬的陶姓教师 既因被控性侵而遭逮捕 当时校方也遭控 漠视受害女生指控并试图隐瞒 网易账号神丑时代指出 这名北大女生发网文控诉前一周 也是广东中山大学的杨姓教授 号称单身 周旋于多个女学生之间玩弄爱情 校方三号回应 下令被控教师停职并接受调查 虽然这名北大女生的控诉文内容 有网友质疑真假难辩 但神丑时代说 即便这事情是假的 北大居然出现学生举报导师 这个行为本身就很值得被讨论 为什么连北大都会出现这种事情 神丑时代说 投诉人自己寒窗苦读考上北大 就是为了造谣教授猥亵自己 然后自毁前程 且他还先向学校举报 走一个月的流程 才决定上网曝光 到底是什么动机 会让他如此鸡蛋碰石头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 中央社说 这名北大女学生发长篇网文 控诉自己不堪被猥亵的往事 中国女网名将彭帅也曾经如此 并震撼国际网谈与全球 彭帅曾经与台湾女选手 谢舒威搭档 两人组成的海峡配 曾勇夺温不顿锦标赛女双后冠 2021年11月 彭帅突然发万字网文 指控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 性侵他并耻乱中气 但文章曝光不到30分钟 随即被网管删文 然而文章已借由网络传遍全球 此后彭帅消失十余天 全球发起彭帅在哪里运动 协助寻找他的下落 终于彭帅出现在众人面前 却改口没有被性侵 诸多疑斗不免令人怀疑 他是否承受来自当局的压力 中央社说 甚至本届温网 还有人穿着印有彭帅 在哪里英文字样的T恤 抗议北京当局侵犯人权 导致比赛一度中断 好我们看下面的报道 79岁的拜登正在考验 美国老总统年龄的极限 拜登现年79岁 是美国史上最老的总统 他的高龄挑战 自从选前就一直是关注焦点 不论是自家民主党阵营 对这位老总统的担忧 还是共和党对于他的年纪质疑 让许多人对拜登的健康状况 打问号 而日前拜登称 有意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时 更让他的高龄争议推上台面 因为他如果连任成功的话 将会在86岁的时候卸任 这简直是在挑战 美国总统的年龄上限 根据纽约时报分析报道指出 拜登近期将准备展开 他的任期内首次的中东之旅 根据官方消息所称 这趟中东之行本来是原定 与上个月的欧洲之旅 绑在一起 但因为拜登的团队认为 这么满档的行程 对于一个79岁的老总统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不必要的 甚至是疯狂的负担 所以拜登团队才将 本次的中东行 以往7月 目前拜登任美国总统 已经一年又6个月 今年79岁的他 打破美国最老总统的记录 原为78岁卸任的里根总统 而拜登才刚开始执政不到两年 又一日前宣称要挑战连任 这对于他的团队以及民主党盟友来说 可能不是件好事 因为到时他就要迈入80岁的大官了 而一份6月释出的民调结果也显示 有64%的选民认为 拜登实在太老了 不适合当总统 年龄的确是许多政治人物的硬伤 也同时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议题 纽约时报的首席白宫记者帕克 在文中写道 拜登虽然是高龄就职 但是他所展现出来的活力 以及智慧的确高于同年龄的老人 但也不得不承认的是 拜登自从就职以来 也比过去几年老化了许多 他的团队经常要时时刻刻 注意他的安危 担心他可能会被电线绊倒 或是在公开场合乱讲话等等 先前拜登骑自行车 不慎摔倒 即是一个例证 但白宫官方当时反而指出 拜登仍有活力 因为换做事 其他人在他的年纪 根本没办法骑自行车 对于拜登的年龄议题 帕克在文中提及了两方说法 曾服务过四任总统的 前白宫最高顾问洛根就认为 任何人到了80岁以后 不应该继续待在政府做事 因为做事情将不会再跟过去一样 灵敏和锐利了 而另一方的说法 则认为年龄不应该是拜登被抨击的重点 一名来自伊利诺大学长寿专家 奥尔尚斯基指出 现在根本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拜登的年纪对他的工作造成一丁点影响 如果人们不喜欢他的政策和言谈 那就投给其他人就好了 但这跟拜登多老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奥尔尚斯基也承认 如果拜登都86岁了还任职美国总统的话 的确是有可能会造成问题 毕竟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美化包装老化这件事 人越老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是难以避免的 先前里根总统作为美国历史上最老的总统时 他的团队又设计出一套专属于他的工作安排 也会尽量避免排太满的行程 但拜登拒绝这样的安排 坚持要把他的行程排满 尽管如此 白宫方面还是相当保护拜登 自去年上任以来 他只开了16场记者会 甚至还不到前几位美国总统的一半 而拜登先前也有许多脱续演出的时刻 例如经常把身边幕僚访客的名字叫错 或是在记者会上记性发挥 例如先前如中国侵台美将军事回应的争议 逼得白宫官方必须要时刻注意 这位老总统的行动 并且帮他在事后擦屁股 美国前总统川普日前也宣布 要参选2024年的美国大选 他目前也76岁了 如果说届时 拜登与川普共同参选的话 那等于会是两个80岁的高龄老人的选举大战 挑战美国最老总统的极限 好我们看接下来的报道 澳门30余家赌场关门7天要清零肋骨沙跌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澳门近日发生新冠全球大流行以来最严重的一波疫情 当局上周六7月9号宣布 今天7月11号起至下周一凌晨 包括赌场在内所有工商业者与场所暂停运作 民生必要场所除外 澳门上一次把赌场列入停业范围是2020年2月 本次是过去两年多以来 澳门首度关闭赌场 博弈类股价也随声下跌 本次封城当局要求居民不得出门 若为采买民生物资接受裁减的基本需求 短暂外出则不在此线 澳门政府已宣布 警方会在外站岗监控人流 劝导无效者最高处以两年徒刑 或日罚240元罚金 澳门市全球知名赌城 赌场有30多家 也是中国全境唯一可以合法经营赌场的地方 过去三周 澳门各赌场实质上已经没有运营 仅允许少数员工入场 不过当局直接宣布关闭赌场的防疫命令 仍重挫投资人的信心 有分析师预估 澳门博弈产业恐怕要到今年第三季末委会第四季 才有可能出现复苏迹象 今年7月甚至8月很可能都没有收益 6家赌场业者股价都受到明显影响 今天在港股早盘金沙中国股价重挫 百分之九 新豪国际永利澳门 澳博控股银河娱乐 美高美中国股价也下跌百分之六至七 彭博社一份评估报告称 澳门六大赌场运营商股价今年已经跌掉了百分之二十 自六月中旬以来澳门已经落得大约1500人感染新冠 受到北京当局清零政策要求 目前接受强制隔离者有19000人左右 澳门有30多个区被视为高风险地带实施管控措施 至少5天不开放人员进出 当局坚称这并非痊愈封城 实际上已让澳门进入封闭状态 澳门赌场业上一次封闭是在2020年2月 当时停业15天 澳门政府此前考量防疫手段时 一直犹豫是否要封进赌场 因为痊愈人口几乎都在这个产业工作 赌场为澳门财政贡献于八成输入 随着防疫管控手段持续增加 澳门居民心情难免大受影响 裁剪站传出口角打斗 有些居民为了符合官方要求的核酸检测 排队等20多个小时 澳门居民本周必须接受第四轮大规模裁剪 自从6月中旬以来已经6度裁剪 接下来很可能还得每天快筛 澳门60多万人口于九成 已经完整接种新冠疫苗 疫情爆发至今 这是澳门头一遭面临 Omicron变异株快速传播的疫情 染疫人数不断增加 当局已经协调新增两家赌场度假饭店 当作医疗设施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左下边 谢谢大家